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因为它不仅能够帮你拓宽视野 增加生活情绪 而且可以帮你找到人生知己 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交往 像那些卑劣 虚伪的人 就尽量不要纳入你的朋友圈 我还年轻的时候就从不和两种人打交道 第一种是随遇而安 暗于现状的人 他们生来自卑感强烈 觉得自己没有创造事业的能力和运气 他们甘愿在一个稳定的职业上年复一年的按部就班 他们也渴望有一份充满挑战的工作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施展自己的抱负 然而现实中太多的阻碍 使他们最终相信自己不是干大事的了 聪明的人绝不会任由命运摆布 但是这种人就总是会感叹时运不济 命运不公 从而贬低自己 认为自己没有能力 没有价值 进而失去了奋斗冲刺的动力 任由消极思想充斥着心田 第二种人是不为困难全力奋斗的人 他们渴望功成名就 也为将来能功成名就 而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和计划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工作上的阻力不断加大 当为了向上爬升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努力的时候 他们会转而衡量 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最终泄气变得颓废不堪 他们也会给自己宽慰 我们的生活已经比别人好了很多 钱赚了很多 干嘛还要冒险呢 实际上 这样的人已经被生活消磨了斗志 变得畏惧 贪图安逸 害怕失去和发生意外 他们虽然不满足 但是已经对生活妥协 这种人虽然有才华 却因为害怕挑战和冒险 而只能碌碌无为 这两种人都被一种极其可怕的 极具传染力的思想所左右 那就是消极 在我看来 一个人的朋友以及他的交往圈子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抱负 身份和地位 和消极的人做朋友 自己也会跟着消极起来 总和小人物做朋友 就会不自觉地滋生出很多卑微的陋习 反过来讲 假如经常和大人物交流 那么你的思想境界也会跟着提升 假如和有着雄心报复的人交朋友 久而久之 你也会有了野心和实现梦想的行动 我喜欢和不肯向命运低头和妥协的人做朋友 有个智者曾经说过 我要勇敢地向恶劣的逆境宣战 因为这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徒 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这样的人从来不相信命运 也绝不会用悲观和消极来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他们以获得成就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 绝不允许自己平庸地度过一生 这种人大多数都开朗 乐观 积极 很容易成为某个领域内的成功人士 因为他们有明确的目标 懂得生命的可贵和享受人生 他们也喜欢新鲜的感觉 以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和人生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是真正有着自己的目标 并且努力为之付出的人 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然而遗憾的是 这个世界上消极的人太多了 也使很多人受到消极思想的影响而碌碌无为 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有差别的 有的积极乐观 有的就消极保守 在我曾经的同事中 有人就想着混混日子算了 有人就有着远大的抱负 十足地干劲 他们总是以最好的工作业绩 来为自己赢得更好的机会 他们明白 想要成为成功人士 就必须先跟成功人士接触和学习 想要有所作为 就一定要避开各式各样的陷阱或者圈套 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明知自己搞不定 却还要想方设法阻止你前进的人 很多人因为工作积极 力争好的表现 而被别的同事孤立 嘲笑 甚至是吓唬 还有些人一旦看到你勤奋努力 就妒忌得要死 巴不得想各种方法来拆你的台 让你不好过 对于这些无聊透顶的人 我们没办法阻止 但是却可以让自己不受到 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你要把那些消极的思想自动屏蔽掉 使他们没法左右你的思想 另外 你要和积极上进的人交朋友 和他们一起探讨和成长 只要你是个思维正常的人 肯定能 而且是最好能做到这一点 有些自身很消极的人 心眼却不坏 但是也不排除 有些消极的人 明明知道自己不上进 却还要想尽办法来阻止别人上进 所以你要记得 那些说你办不到的 干不了的人 大多数都没什么成绩 也无法有大的作为 这种人的观点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帮助 不听也罢 你一定不能把那些 说你办不到的人的话当真 而是要把他们所谓的警告和劝解 当成一种挑战 相信自己一定能办得到 除此之外 你还要对那些本身消极 还千方百计的破坏你成功的小人 格外小心 这种人在现实社会中非常多 他们会阻碍你的成功和进步 也会破坏你的计划 千万不要被这些没有远见 内心狭隘的人 左右你的思想 从而阻止你前进的步伐 那些爱嫉妒 喜欢幸灾乐祸的人 总是希望你栽个大跟头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 假如你遇到困难 一定要向高手求助 假如你向一个水平很差的人请教 那就像是有病 去找了个庸医一样 十分幼稚 千万不要向长蛇父们 征求任何意见 因为这些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成就 他们的意见 只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要像重视食物一样 来重视你所处的环境 因为精神健康 对人的影响至关重要 要把你所处的环境 变得对你的工作和生活 十分有利 不要让那些拖累你的环境 和人影响到你 使你也变得平庸和消极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 就是多和那些成功人士交朋友 远离那些带给你负面情绪的人 任何事情都要拼尽全力 做到最好 因为因小失大所带来的麻烦 会使你的负担加重 爱你的父亲